週日上午北部雨勢忽大忽小 行人撐傘 騎士穿著雨衣 街道上看起來冷冷清清 明明兩天的話 是有兩個因素在影響我們 一個是東北季風 讓華南雲汐東移也影響 東北季風增強 加上華南雲汐東移 全台降溫又降雨 中部以北和東北部 低溫孔炭16度 其他地區也只剩19度 高位一下子掉了4到7度 第一波的東北季風 和影響時間大約是2天左右 在聖誕節以及26號 這兩天會有一個小空檔 下週二 耶誕節又是縣市長就職日 東北季風減弱 氣溫稍微回升 只剩北部 東北部 有局部短暫雨 但到了下週四 會再有一波冷空氣南下 氣象局不排除冷空氣 會達到冷氣團等級 中部以北 宜蘭花蓮 低溫14度 會有短暫雨 沿海空曠地區更可能只剩12度 南部低溫則是17度 北部濕冷 中南部溫差大 這幾天除了溫度變化大 中南部還有空污危險 高雄橋頭和鳳山 天空灰蒙蒙一片 雲家南高屏20個側站 達洪亥等級 中部地區則是有11個側站 是橘色警戒 相局表示隨著東北氣風南下 中部地區的空污在週日下午 會稍稍緩解 但處於被封出的南部地區 恐怕還是得面臨 髒空氣籠罩的紅海空污 謝謝大家 立場同學的台幅報導